在路边老是能见到这样的购物车 然后里边放着好多东西 在我们这儿 流浪汉经常把购物车给人从商店里耗出来 然后据为己有 里边还放着自己的全部家当 我偶尔抽点烟烟喝点酒 有 这桌上没有人我能带走 有 他们都认为我有点丑 有 那就算了我就自己走 那肯定是他们眼神有问题呗 当年咱在十里八乡 那可是有名的俊后商 这一大清早我一路哼着小曲 就腿到了加拿大国宝级饭馆 替母好顿丝啊 来这吃个早点 他家早点还是不错的 这个店在加拿大相当于是地标性的存在 这个店的咖啡更是融入了加拿大人民的血液当中 他家在吃的方面主要是各种各样的甜甜圈 现在也加入了什么汉堡啊卷饼啊 在喝的方面 热饮咖啡冷饮我不知道还挺多的 简简单单买个早餐大概花了七块多加币 最著名的这个咖啡莫过于这个double double 就是双倍奶双倍糖 我当时刚来的时候 我就想那三倍奶三倍糖是不是叫 trible triple那五倍奶五倍糖是不是叫攀塔攀塔 我跟人要过攀塔攀塔人家瞪了我一眼 这家店在加拿大人民心目中可能就是一种情节般的存在 几乎每个加拿大人都是从垂条一口气吃到黄发 他们就是耗这口没办法然后带的我吧这现在对吧吃着玩意也上瘾 我突然想起我之前上课演讲的时候我的一个同学说来Tim Houghton's吃饭的都是穷人 当时教授脸都绿了因为教授最喜欢吃的就是这家店的 其实还真不是这样 这家店的咖啡包括吃的东西是比星巴克麦当劳什么的要便宜很多 但是不代表他就是穷人吃的地方 应该是所有的人都喜欢来这家店吃 你看看这有开根池过来吃的人穷吗不 还有就是不是说什么流浪汉穷人才会吃肯德基麦当劳 是人人都会吃肯德基麦当劳 人沃伦巴菲特天天还吃麦当劳家早点呢 再说了人无高低贵贱之分只有对社会贡献大小之别 不要用财富多少来给人贴标签啊烦死吧